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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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看看尊夫人多看貼你 怪不得你一直都不肯立切 天宗大人到 葛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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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分別這麼多年 葛老大人 他ıyorum 葛老大人 我現在葛老大人 葛老大口 葛老大人 你將葛老大人長 葛老大人 葛老大 just 葛老大 food 就是這一位, 他是我一位莫苗的公子 今天剛剛跟我一起來到廣州 不知道因什麼事得罪了令郎, 將他打雙羊 所以他父親就請求我和張大人討個公道 張律, 過來 過來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是他找你扔我 那你就打人 張大人, 想不到令郎也挺霸道的 夠了, 還不可能陪罪 爹, 我沒有錯, 還不可以陪罪 你還不陪罪? 那倒是 算了, 張大人, 我們大家無謂這麼生氣 是 如果令郎不肯道歉, 我很難向人家父親交代 對 那倒是 張大人的令郎打傷了人 當然不會定罪和坐牢 你們說是不是? 不過這件事如果傳出去 就會有損你的名譽 不如這樣, 如果他肯道歉 我們就當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是 是 快點去跟人家道歉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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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那就算了 張大人, 你真是家教心言 教子有方 郭大人 打傷這位兄弟就是我們不對 這裡有一百兩銀, 就當是賠償 不過那些後輩在外面聊事鬥妃 就他們兩個都不對 我們做長輩的, 就應該多些教訓他們 那只是長者之風 你說是不是郭大人 好了, 張大人, 嫂夫人, 我們都告辭 請 請, 我們走 好 好了, 沒事了 沒事了 玉倫, 起床 應該准你起床 你已經罰他跪了很久了 玉倫, 娘叫你起床 起床 阿蘭 為甚麼我每次責罰他的時候 你就來維護他 這樣搞快, 他會越來越放肆 好像今天這樣 在這麼多人面前的臉 人家會說我們教子無科 那你就是說我不對 我沒有說你不對 不過不想你這麼中他 他是我的兒子 難道我疼他也不對 我沒有說不讓你疼他 但你這麼中他, 遲早害了他 我害他? 好 玉倫, 你爹說不想我那麼疼你 那以後娘就甚麼都不理了 等你有娘, 等於沒有娘 來 你 謝謝你 那兒子是不是有病 你爹 跟他在周大公裡看看 寶仔 阿啟 謝謝 怎麼樣, 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真的沒有他的消息 寶仔 我不是不肯幫你找 在這十幾年後 我已經發散了人 逐條瘋逐條瘋去找 但是, 都沒有他的下落 我看, 找到他就沒用了 他就在逃避你 不會, 他不會避我 你繼續找吧 我相信還有一個人一定找到他 我盡力而為 對了, 阿嫂最近又怎麼樣 唉 他為了楚兒的事, 生我生到現在 如果玉倫不在 他連說話都不肯跟我說多一句 玉倫聽話嗎 看著你和我心痛 不怕你見笑 我將希望全部放在他身上 誰知他偏偏不生死 誠去惹事生非 唉 貝仔, 做人爹爹是這麼難的 教孩子要給點耐性 不急得的 當然 是呀 阿雞 你都變了很多 以前我貪生怕死 貪小嫖子 但是, 在這十幾年裡 我覺得, 做人最重要是知足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已經很滿意了 說起來我真的很羨慕你 又有老婆又有子女 現在是一間小店 那些平凡安樂的日子 我真的替你開心 你不要試過我 不怕你 你也要教我 哪些小店 不怕你 我老婆 我們大家都沒見過很多年, 想不到你的老友良皮寶又病死了, 而你又沒有死, 還這麼好, 回來看看我 是我大命, 那天我跳了下海, 幸好被漁船救了, 帶我去南洋 我南洋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沒忘記是誰出賣我的 這次我回來是要報仇, 終於讓我查到你的消息 可惜殺不了你, 是我倒楣 原來你回來想殺我, 我告訴你, 你不會有機會殺我 而我就可以隨時殺了你 好吧, 我們不要再說誰對誰不住 以前的事, 我們大家一筆勾銷, 好不好 既然你回來, 你可以跟著我 可以過些安安樂樂的日子 就當我補償你這麼多年的損失, 好不好 沒錯, 當日的確我出賣了你 不過你不要忘記, 這些是寶仔逼我這麼做的 我逼於形勢沒辦法才把你交出去 所以你這個仇人不是我, 是張寶仔 你想想, 是誰搶了你紅旗龍頭的位 是誰一心想你死, 就是寶仔 所以你應該要找他報仇, 不是找我 我明白, 你不想殺我 還是想我幫你殺了寶仔 紅石, 你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既然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 既然我們大家都想剷除他 為甚麼我們不一切聯手 好, 紅石, 如果你肯出手 我可以暗中安排 到時, 你的大仇就可以得過 星叔, 你記住這首秘密 千萬不要讓我爹知道我在這裡吹大煙 你知道了, 他最不喜歡這些東西 行了, 我不說就不會人知道了 雷小爺, 你們今天這麼早 對了, 我吩咐你們找一間雙房 你準備好甚麼 準備好了, 請進去哪裏 兩位大爺請 是, 給我叫翠平和秋英進來 是 你們打上來 好, 謝謝, 謝謝 大爺, 你等我幹甚麼 大爺, 舒不舒服? 嗯 喂, 你幹甚麼? 不關你的事, 有民連你來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走, 走 你叫我別來, 別去哪裏 走 阿姑娘, 你沒事吧? 一切都好盡力 嗯 你們做得非常好 但你們都很辛苦 只要廣州少開一間煙館 我們就算辛苦一點, 就可以 做得好 難得你們這麼齊心 以後那些煙館一定會被我們剷除了 總督大人, 不知道這麼急傳召我們有甚麼吩咐? 本官最近接報, 廣州的煙館 折二連三受了一批耐力不平的暴民搗亂 還恐嚇他們不准經營 大人, 這幫人太過無法無天 朝廷一早已經解除到煙禁 為甚麼他們這樣做呢? 哼, 我不管為甚麼原因 現在十三條海的大反不停向我投訴 我只是要盡快抽落這幫人 是, 大人你放心 下官一定盡快精婆他們 不過你初來報到, 未必熟悉這一帶的情形 尚寶, 你久居廣州 應該對這一帶的煙館很熟悉 我想由你主力偵查, 郭鶴顯重逢協作 早日破案 趕快捕 更疲惡 做甚麼?有血打過來了嗎? 不是呀, 爹 我… 不是?那臉怎麼會碎掉? 你幹甚麼?一回來就操聲操氣 兒子不小傷跌倒 你IDS這麼勞氣做甚麼 跌倒? 兄姐, 是不是 大爺, 她跌倒了 湯太太 好像傷得很重要, 我去大夫看她 大爺, 來吹大煙 師兄, 師兄, 我幾天好吃飯 求你做好心 多謝大爺, 多謝大爺 師兄, 走開 給錢你吹大煙 求你, 師兄 有錢自己吹, 給錢你 沒錢就別人吹大煙 大爺, 請進去吹大煙 今天禮拼了十三會唱戲, 免費的 請… 老友, 要大廳要去雙房 如果要房, 要等一會 要房 你隨便坐坐 龍公子, 慢慢走 謝謝 謝謝 張大人, 怎麼這麼巧 原來你都好吃鴨片 千萬不要跟我爹說 否則一定會打死我 你爹是想為你好 張大人, 當幫我一次忙 我先走了 真不生死 好, 找我幾個房間 你房間先給了那位大爺 有沒有搞錯 房間不如我先訂了 為甚麼要先給他 那你來遲了 我不管那麼多 我當然要拿回房間 那你現在真的打橫來講 是呀, 怎樣 你以為我不用怕你 甚麼事 甚麼事 是呀, 一人少一句 就沒事了 這些不關你的事 走開 不用理會 是呀, 大爺 這些小事不用理會 是呀 走開 寶仔 走開 我們先坐下 為甚麼要搞成這樣 那裡真的有埋伏 幸好我們全部都走得掉 那埋伏的人是不是官經 看起來又不像 不過最奇怪的就是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被人圍攻 他就是你以前的好朋友張寶 所以我們救了他 周大夫 謝謝你替我包紮傷口 我是一個大夫 我不管對方是甚麼人 我都會盡我的責任 去盡量醫治對方 十幾年沒見你 仍然好像以前那樣 我一聽聞有人搗亂煙管 我應該猜到是你的 周大夫 趁事情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你應該收手 收手? 不要那麼容易收手 朝廷既然沒有決心去禁煙 我就唯有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 你看看剛才那幫人 他每一個人都被鴉片害死的 我知道 鴉片害人害物 但是現在形勢不同 上次公卿大臣 下次凡夫走足 每個人都在吃鴉片 試問現在誰可以阻止這個風氣 我知道 我知道這樣做 等於堂臂當居以倫擊石 是最愚蠢的事 我但求無愧於心 任何困難的事我都不怕做 你不要再勸我了 任你怎麼勸 我都不會放棄 上頭已經注意到這件事 並且交給我去查辦 我不想到時候要由我親手抓你 我現在可以給你時間打發他們走 以前的事就當沒發生過 我 寶仔 你的確是變了很多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白寧大人跟你說過甚麼 他希望你做一個好官 不希望你做一個為虎作賊 清廷的走狗 好官?一個人能夠做甚麼 官場就是這樣了 往往是身不由己 不如你說怎樣 寶仔 知其不可謂而為之 只是大丈夫的所謂 我算是甚麼大丈夫 其實我很自私 周大夫, 你在這裡聽我勸 早點收手吧 過兒子 他營養在這裡 他雷子 好奇 車子 他無謂之事 你說什麼?有這樣的事嗎? 紅石沒有死?而且他還來到廣州 你說什麼我殺你的事? 你還在裝模作用? 我調查煙管的事,只有你知道 不是你報告還有誰? 張同僚,我希望你最好有真憑實據 要不然你千萬不要冤枉好人 要不然你可以跟總督大人說 看他信不信你 參見大人 我叫你兩個辦的事有什麼進展? 梅大人,下官已經進行調查這件事 不過沒有什麼重大的發言 大人,下官有重大的發言 下官雖然初來報道 但是總督大人吩咐下個工作 下官不僅怠慢 已經在所有的營館廣暴視眼 前天果然那幫人又出現了 雖然被他們逃脫了 但是下官的手下 認得他們其中一個人 經常出入周飛鴻的醫管 張寶,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周飛鴻和大夫 一直在世世為壞 他應該以這件事無關 大人 據我所知,張同僚和周飛鴻非常深交 而且他們一起禁煙 這件事,廣州很多父老還記得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這些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而且我知道周大夫最近沒有做這些事了 大人,這件事最好把他抓回來 嚴格的查問 一定可以查到水落石出 無憑無居,怎麼去抓人? 張同僚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講義氣 但是如果他真的犯了事 你不會包庇他 你… 張寶 我沒有,我沒有用到有人私相包庇 這件事就交由你辦 走 張大夫,真是不好意思 連他來這邊 這件事讓自己責備自己 其實我一早已經連他金王 餓飽熊,起來回來 張寶 SHO,起來 周大夫,坐下談 你是官,而我是民 我們根本可能不吉eling 我知道你仍然怪我, 不過我真是身不由己 你別多說, 你怎麼說, 我也不會聽 我也知道我怎麼說你也不會聽 你雖然不當我是朋友, 不過我不可以不顧朋友之意 所以我一會兒找人送你離開廣州 你有那麼遠去那麼遠, 別再回來 你放我走? 是 那你怎麼交差? 這層你不需要擔心 我已經找到一個樣貌似你的人來頂替你 你這樣做的話, 未免太冒險了 我不管你那麼多, 我怎麼也不走 周大夫, 你不要這麼固執 如果你留在這裡, 起碼會坐十幾年 不用了, 我不走 好, 那唯有對不起 離人 送周大夫離開廣州, 有那麼遠去那麼遠 是 公正, 公正 公正, 公正 公正 我不走 別抓我 你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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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郭大人的州 真是被我們千種大人猜中了 果然放過周飛鴻有 你以為可以守得了嗎? 我抓他們回去 是 阿豐, 西郊大人快走 阿豐, 走 阿豐, 快點跟我走 阿豐, 走 走 走 阿豐, 走 阿豐, 走 走 周飛鴻上了, 接著追 是 郭大人 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只要離遠看, 那人有九成錢 兩位大人, 你也不知道有甚麼事 周飛鴻不是已經收監了? 是呀, 有甚麼不同? 但有人說, 囚室裡面那個是假的 你沒有聽小人擺佈 哪會有這樣的事? 郭大人, 我是有真憑實據 證明到周飛鴻已經被人放了出去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進去看看 你讓我知道有人善方犯人 我一定會稟告朝廷, 將會設職查辦 郭大人 周大人 怎麼會出去的? 沒有, 剛才周飛鴻叫我帶他去茅廁 收回誘金 是 郭同僚 剛才你說有真憑實據 到底是什麼? 跟我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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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甚麼要回來? 我一個人走到哪兒去了? 寶仔,你認識我這麼久,你應該了解我 我是一個很固定的人 只要我認為自己做得對 我不管前面怎樣困難 我一定會做到底 記得當年,我犯鴉片 被人打中了臉,打斷了手 我何嘗有放棄過 就是因為我相信總有人犯鴉片成功 人類濕以往風,天涯不測之風 我和我到了這個地方 我沒有能力再倒下去 我也知道沒有可能我可以改變現實 就算我怎麼做,又做到甚麼出樣 所以我決定留眼睛 我不想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我也不想看著我們王岐富的中國人 我們任人與我 周大夫 人生就是這樣 每個人走的路不同 你所走的路,是為了你的理想 不錯 但誰能想到,捉你的人會是我 抱歉,你不必內疚 你不捉我, 始終會有人捉到我 周大夫, 你這次回來 就是因為怕連累我 就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是, 周大夫, 我們始終是朋友 不過, 寶貞, 你不必內疚 來, 給我兩杯 兩杯 來, 給我兩杯 來, 鼻煙壺真是差點 還是吃袋煙好 來, 兄姐 寶貞, 你這時候不用工作嗎 是啊, 我收到白寧大人在京城寄來的信 說他已經做了軍機大臣 那就可以見到皇上 是啊, 他還說稟名皇上, 保證我做總兵 皇上已經批准了 那就是年輕兩級 好了, 好了 玉倫呢? 哦, 他在房裡 我要告訴他 寶仔, 寶仔 是啊, 玉倫這個時候 一向都是五歲的習慣 不如你遲些再找他 年輕小子, 不要你讀書 要五歲 不是啦, 寶仔 不如我喝一杯, 慶祝一下 不行, 我一定要找他 玉倫啊 我去看看 玉倫, 平時爹怎麼教你 叫你好好讀書 你居然是齊家 不用怕, 有兩槍就這樣做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快點走, 你爹我打死你 你… 你幹甚麼?你嚇死我兒子 朝廷真的升張寶為總兵? 沒錯, 是百寧親自向皇上保咒 以後你一步就會親自正式攀布下來 郭學賢, 我知道你跟張寶有些過節 不過以後他就是李上司 我這次叫你來, 是想提賞你一件事 以後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因為我不想你下屬外面有甚麼是非 明白了嗎? 是, 多謝大人提點, 屬下知道要怎麼做 會大人, 河南御史林則徐在門外求見 河南御史? 傳他進來 是, 大人 大人, 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區區一個河南御史, 沒有這樣的必要 河南御史林則徐參見總督大人 不知不知不在河南, 來到廣東有甚麼重要事 鄧大人, 我知道朝廷即將晉升一批廣東官員 而其中有一些是海道出身 所以我專程南下, 想了解這批官員的才貫為人 好向朝廷身過 好, 哼, 林如史果然是盡忠職守 只不過這裡是廣東, 不是河南 晉升一時, 自有本官爭主義 不需要麻煩到河南如史來妄加義傑 鄧大人, 現在各地湧原充斥 這些都是因為官官相違, 私相保賤, 任用私人 我既受朝廷俸錄, 身居御史之跡 當有責任向皇上提點一齊 以免容辱奸險之人, 得享高為 鄧大人, 難道你認為我有做錯的地方嗎? 哈哈哈哈, 林如史果然高見 是, 你是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們廣東就絕對沒有這種事 如果你要查, 就先回來問問你河南總督 先, 不過要提醒你一件事 在官的不在其為, 不謀其正 林如史, 似乎越左拳了 鄧大人不肯純信, 我亦不再強求 不過我一定要查個一清二楚 好向朝廷奏命 鄧大人, 請 請 前前後有十幾封信, 都是舉報了一部包庇海盜 貪污枉佛 進來 林大人, 外面有位郭鶴顯, 說是千種大人 想求見大人你 請他進來 是 請 下官參見林如史 郭大人是嗎? 我們數目往來, 不知道郭大人有何見教呢? 林大人, 其實我們那天已經在總督府見過面了 可惜當日沒有人介紹 不過當日大人所說的一番話 令到下官非常佩服, 所以特地來拜會 郭大人不用這樣抬舉本官 我知道郭下以前的郭婆大 還有海盜的黑棋龍頭 你都會佩服本官所說的嗎? 林大人, 下官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 不過下官自從歸韓了朝廷之後 一心都是想做個好官, 以贖前聚 啊, 原來林大人有這樣的抱負 不過我來廣東之前已經查過 郭大人似乎比我半點公職於百姓 啊, 林大人,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下官就是不懂得為官之道 不像有些人, 因為京中有人幫他們撐腰 虛暴公職, 以圖瞞騙朝廷 你說話就都說清楚 是, 下官知道這樣說 是很容易得罪某些人 不過這些是千真萬確的事 就好像今次, 帝星的那批官員當中 張寶和梁森, 他們就是海盜出身 而且張寶又提升得這麼高 還有啊, 什麼時候有聽說海盜可以做到總兵的 他升做總兵? 是啊, 大人, 張寶就是因為有京中的軍機大臣八靈 在後面跟他撐腰, 所以他就官民亨通 林大人, 下官這次來帶了少許禮物 不誠敬意, 請你少納 那你是什麼意思? 客官並沒有什麼意思的 只是想跟你做個朋友而已 對不起, 我林某從來不可以結交這些朋友 送客 請 客官公職 老爺, 外面有個叫林則徐的人上來拜見你 林則徐?究竟是什麼人? 他說是河南遇史 我想他是路經這裡想打個秋風 這裡周遲都有的 打秋風是嗎? 給他十兩句, 打快他走 是, 老爺 張寶這個人真是不惜抬他 只看他下人的態度就知道了 這樣就不能改意冒斷 不張寶這個人 別走, 追回來 是 追不追到他們 我們追到江邊, 最後都被他們上船走掉了 上船走了? 不過我們跟他們打了一場 在他們身上發現這件事 這些是澳門一帶的海盜標誌 沒錯, 張寶他們九成是跟海盜勾結 這麼巧被我們撞到 可惜你有真本實據 難道他們還是好人嗎? 他為人點 我現在總算略之一而 剛才有個父老 知道我來了廣東 求我尚書朝廷 替一個叫周飛鴻的人 求輕賠 周飛鴻? 沒錯 這個人忠光義膽 憑個父老救人 甚至鄉民敬佩 而且一力推行禁煙 這十幾年來 做了很多光光烈烈的禁煙事跡 那豈不是跟大人你志同道合? 只可惜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竟然被他幾十年的老朋友抓到牢房 而出賣他的人就是張寶 一個莫恩賦義的人 又怎麼可以做總兵? 替我準備不明, 我要尚書朝廷 這次你去見林則徐, 他沒有懷疑他 沒有, 謝謝 一切都順利了吧 沒問題 這次我們雙館齊下 報了這麼多疑疾 又寫了這麼多封信 看來林則徐秘府的印象 會大大打折扣 沒錯, 不過為人這麼精明 他未必會相信 你放心 我知道他這個人精明能幹, 侄惡如仇 如果他一對事情有所懷疑 他一定會告上去朝廷 到時就參他一本 哈哈 翠姨 我都說幾個人回去拿錢給你了 我爹簽了, 難道會騙你嗎? 爹 不要叫我爹, 你這個不超子 爹, 我... 你真是太不生性了 你十幾天不回家, 就去這個極遠了 爹, 我...我不敢回家 你也知道自己不肩 不敢回來見爹吧? 爹 你原諒我, 是你知錯 你們看你的樣子 吃鴨屁吃得不像人形 真是枉廢爹對你一番心血 希望你可以成才 怎知道你偏偏不學好 你是不是想擊死你爹? 爹, 爹 爹, 爹 爹知道了, 爹以後會生生勝定做人 不會惹爹你的, 爹 爹 爹, 你不要辜負爹對你的期望 寶仔, 你真的在這裡? 起來吧 京中的八靈大人傳送信給你 張大人, 我們老爺, 有信希望你親見 玉倫, 抄給你看 好 封信說什麼 是 八靈大人說 有個叫林則徐與史 參賽爹一本 說爹出身海盜 不宜眾星準兵 而且皇上已經盡就了 有這麼多的大事 搭遍江湖, 如過玡頭 浮的 海奈明 編 麻重 露我仍難知 到 用